2022年6月22号星期三 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大盘连续两天收了小银 而且每天风格都不一样 你看前天的时候是大家伙面 然后昨天呢是大家伙强 就相对来讲 大家伙一强的时候 散户赚钱效应就不好 昨天刚好轮到大家伙强 所以没有啥赚钱效应 那网友就问了 大盘这连续两天的缩量 就不在这出现两天音量吗 那大盘在这 能不能结束本轮上涨了 那怎么应对 看涨或者是看跌 这个呢我们首先要瞧趋势 通过这个趋势看 还是上涨的结构 那我们要设好一个支撑位 避免利润过快的过大的回吐 或者假如这个位置是高位 也是设好支撑位 避免这个地方被套 无论怎样讲 设好这样的支撑位 我们更加要避免被甩下车 炒股首先炒的不就是一个方向吗 大方向首先不能搞错 那么这个方向可不是靠猜测 也不能靠主观一段 要靠数据来支撑 那么有了这种数据支撑的逻辑关系 我们才能心里头有底 现在正处在这种上升通道当中 上升趋势保持良好 没有理由看空啊 那本轮就从这开始 4月末嘛 4月27号以后开始起涨 有好多人呢 就是由于自己啊 还是一种熊市思维 那么踏空了本轮的上涨 由于他没有摆这个熊市思维 一个转变过来 就形成了自己吓唬自己 不断踏空 那这一对瞎来啊 已经踏空四五百点了 所以方向搞错很糟糕 一旦大盘要是在这个位置 这不是形成一个右肩吗 继续要是上涨的话 这些人就会怀疑自己 甚至来了一个认错 180度的大掉头 就在这明明是看空 假如他是一路踏空 可能就会出现 180度的急转弯 那么一个大趟 一个啊 他满仓干了就得 往往他要掉头的时候 没准真就是见顶了 那根据数据 还有背后的逻辑关系 大盘这个位置 大概率形成一个 右肩的这么种走势 看 这不是头肩底形态吗 头肩底形态 这大概率是右肩 右肩正在消化和解放 左肩的套牢盘 如果解放掉了 那么他会再次上涨 因此我们按照自己的交易规则 首先设好第一支撑位 避免被甩下车 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 跟随趋势干就完了 所以跟随趋势的时候呢 就是持股躺盈啊 那么在短时间 或者是说在这一段时间 横盘震荡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还可以做做短差 横盘震荡期间 是可以做短差的 古邦今天的支撑位 在3284点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激进的支撑位 就是这一天的一个收盘价 是3262点 以上只是个人的分享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好 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德国呢 说只要有必要 那继续对进行武器支援 此处停留一分钟 好吧 再说瑞士 恢复对俄的黄金进口 为什么呢 哪里有利润 或者是哪里是可以逐利的 资本应该就往哪推 但这个呢 可不是 因为各方面都对他进行制裁 他摆着口子开开 证明什么 是不是有些松动呢 那再说德国 对2035年 进销售新型的这种燃料汽车 燃料车 这种计划 他反对 那么欧洲 这个属于电气化的进程呢 遭到了阻挠 再说隔夜的外盘 普达 道指大涨了640个点 涨了2.15 纳指还涨了2.51 你看道指涨这么多 直接跳空的高开 标普还涨了2.45 纳指涨的是2.51 现在中概股出现了一个大涨 而且很亮眼 欧洲内卖也是扑上 原油110美元 又回去了 涨了吗 黄金1840附近 说说咱国内消息方面 北上资金昨天净流出10个亿 不多 但是宁王一家就干出去5个亿 那好 我们再说国内商品 这个夜间的夜盘 黑色系啊 前两天不跌了吗 昨天可是出现了炸 那么黑色系都包括啥 大家一想也知道 那么再说6月份 6月份呢 要将发行的和已经发行的地方债 是1.56万亿 这个规模可够多啊 6月之前 就是到6月底之前啊 半年嘛 我们地方债总规模要达到5万亿 这是地方债 这是为了支持什么呀 还是为了支持一些企业呀 就是这个意思 再说新一线城市 武汉嘛 城市的天花板 什么天花板 它限购的房已经达到了四套 有人说一套两套都够多 它干到了四套 这还没算完呢 武汉保利宣称 在618这个购房节期间 首付5%起 厉害吧 人家是20% 它净到5% 并且头一年零月供 这个政策够大吧 这还没完呢 还有河南 有一个地方的楼盘 已经推出了 说用小麦 没错 用粮食小麦嘛 来换房 最高的可以抵16万块钱 还有地方更厉害 要用大蒜来付首付 并且就在半个月 它成交了叫86万斤大蒜 看到没 这都是在房地产上不断的触碰各种底线 那么说中移动 首发6G总体框架设计 6G 我们国家5G都已经够领先的了 6G已经又冒头了 那再说 湖北首发往中老铁路的 到老窝那个地方 叫做国际不是货运列车 叫铁水连运 铁路呢 咱们这跟它通了是不假 但是水路那边呢 可能是把这个整车要直接上去 并且首列呢 是装了1200吨的化肥 预计五天就能到那个地方 这大大缩短了行程啊 看到没 这都是咱们的各方面啊 什么中欧班列呀 什么中老啊 等等 都是咱们要走出去嘛 这都是一带一路啊 再说 亚欧经济联盟咱们各国家嘛 中欧这个走廊 打成协议 这个呢 讲在中国的西部 叫国际交通走廊 贯通啊 这是个大事 好 说说咱的策略啊 今天 我又描上了教育 和 医疗 那么医疗里主要看的还是医药品 如果今天上午这个医药啊 如果他要是再能跌一点 我就干他 我现在总仓位不已经达到了将近60%吗 你看 昨天加仓是逆势加仓 半导体ETF3.1% 房地产ETF2.3% 这都是逆势干进去的 昨天他们两个 是不是昨天大盘是这个样子的 下跌的 那现在我手里头还有 半导体ETF总共是13.2% 水利建设9.9% 房地产ETF9.7% 家电ETF8.3% 还有银行ETF6.3% 中俄贸易5.9% 新冠检测5.7% 总仓位59% 将近60% 注资之后相当于23.7% 那今天我要干三件事 第一个 还是能够尽量摆这七个品种 现在要归拢成五个 虽然说我正在要准备新加那个 有一些个捣短的不算 那么第二个呢 盘东还照样做T加零 第三个呢 我这不就关注这个风口浪尖的吗 你像这个教育啊 还有特斯拉青天柱概念的机器人 这个可能会替代机器汽车啊 另外这个中通客车 现在你看江二不倒 这回中通这不是又被停牌查的 咱们就能说这么多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上午我到底有没有加上 你像教育啊 还是这个青天柱啊 甚至这个中午跟大家讲清楚 好朋友们 我们中午收盘见